大家好,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。我是李國慶。 A股官媒降溫,本港疫情反彈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,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。 全日恆子跌了363點,收報25,975點。 成交依然活躍,接近2,400億的有2399億元。 今日港股有回吐,昨日升了966點,近千點之後, 今天回吐大概三分之一,跌回363點。 最主要原因就是本港疫情反彈。 內地股市今天還可以升,但內地官媒有些降溫的跡象。 當然,內地其實升得太多,太急。 有少許泡沫的跡象。 昨天跟大家說到,內地股市已經有少許超買的現象。 14天RSI升得很高。 今天還可以升,它再高一點。 但是,有少許衝高回落的跡象。 預期它應該是有些調整,或者整固一下。 這樣才能夠創造健康牛。 相反,港股方面,昨天升穿了250天線, 26,100區。本來很好,但是今天, 本港疫情反彈。 這個因素突然間,香港又說有7宗本地的個案。 這個搞到廣故,午後跌幅亦擴大。 當然是一個借勢調整。 但是,250天線和26,000關,都是得而復失。 現在,後市又要反覆一下。 不能像昨天所說,這麼容易,肉火重生。 要怎樣呢? 要等它再重回上去250天線之上。 又要再數過,連續三天站在期上, 才可以,港股才可以,肉火重生。 A股方面,昨天說,乳化成仙。 今天,其實我都覺得A股仍是好的。 不過,短線是需要整固的。 整固完才有機會再上,這樣才是健康牛。 好了,逐樣逐樣來看。 先看內地股市。 上證指數,今天也是衝高的。 可惜衝高回落。 後市怎樣呢? 守住3288,3288是什麼? 是之前前浪頂的高位。 現在,目前最主要注意, 14天RSI, 今天再上一點點。 它再升0.37%。 都是高的,88.5。 後市有機會, 會有些回吐的跡象都未頂。 希望回吐,如果第一關守住3288, 真的失了,都不是那麼緊要。 這個就是說,如果是失了3288, 就這裏拋物線上升勢,就結束。 不緊要,為什麼呢? 因為呢? 它可能會回補上升裂口的, 3100多點這個, 即是3200之下有個上升裂口。 它,這裏有個前浪頂。 就是1月的高位, 大概是3127點, 即是3130左右。 你上去3120。 守住這些位,都沒有問題。 即是說,可能有個回吐, 然後整顧一下, 可以更加健康地上升。 為什麼內地股市還是比較好一點呢? 第一,它官媒只是降溫。 它沒有說這個不是牛市。 就是它希望這個都是牛市。 第二,其實就是成交。 成交走在這個升市之先。 大成交。 今天的成交額, 兩市加起來, 是有1萬7,398億。 即是接近1萬7,400億元人民幣。 連續4天超過1萬億, 即是成交暢旺。 這個成交額是創5年新高。 那麼大的成交, 其實市場有很多資金湧進去。 為什麼這麼多資金湧進去呢? 就是因為內地, 其實自從7月, 所以正確來說, 應該是6月30日, 應該有人已經收到一些風了。 即是開始上升。 最主要是政策有少許轉變。 什麼政策轉變呢? 內地說明, 不搞大水萬灌。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, 叫做, 精準滴灌。 精準地放水, 但不是大水萬灌。 是滴灌, 即是小量。 但是精準放下去, 它需要的地方。 那麼, 大家知道放水, 美國放水就是什麼? 很多水湧出來, 浸到滿捨, 什麼都升。 那麼, 內地不是, 內地就是精準滴灌。 那麼, 部分行業可以借到錢, 加槓桿。 部分可以加槓桿。 那麼, 最主要是, 金融業那方面, 有機會在下半年, 就是說, 受到這個水源的支持。 包括什麼? 那些地方政府可以發尊項債, 然後注資補充到中小型銀行那裏, 補充它的資本充足比率。 那些銀行多些錢, 可以貸出來。 金融改革還有什麼? 什麼? 科創板, T加零, 全銀行可以發證券牌。 銀行那方面, 就是那些融資融券, 那些兩融那裏, 可以增加那個, 就是那個, 那個, 那個錢銀, 可以令到它兩融那裏增加。 那現在兩融都繼續增加, 今天呢, 兩融都去到1.2幾萬億的了。 那, 還有幾樣東西的, 還有就是, 例如, 銀保監, 那個保險資金, 可以, 做衍生公告。 就是, 銀保監批准的那些保險資金, 可以, 做衍生公告。 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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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, 不是給那些保險資金, 用來炒衍生公告, 而是給它對沖。 那, 有什麼用呢? 原本那些保險公司, 譬如說, 我可以有十分之一的資金, 去買股票。 那, 這個是我上限的了。 但是, 如果我可以對沖, 就是說, 我這十分之一的資金, 買了股票之後, 我又對沖到之後, 那我就可以, 再拿十分之一資金出來。 因為那時候, 所冒的風險都是十分之一。 它最重要是控制到風險。 那, 變了來說, 如果這樣, 即是有兩成資金, 可以買股票, 那就是買多了。 頭那十分之一, 就可以用衍生公告那裏, 可以對沖著。 所以, 也都有利, 總總的原因就是, 下半年, 它有些改革, 就利好A股。 那, 內地的傳媒, 其實, 就想, 現在, 替A股, 就是說, 降低溫度, 不要直線上升。 希望它, 就創造到什麼呢? 一個健康牛出現。 那, 內地媒體就說, 戶心股市走向牛市, 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 但是, 面對當下, 脹勢兇猛的市場, 投資者應該保持一絲理性。 今年下半年的股市, 會是一個結構性牛市, 即不是一個全面性, 是一個結構性的牛市。 是一個股值收復和股值成長的牛市, 而不是一個全面的牛市。 意思就是說, 有部份股份, 其實是, 那些股值太低, 所以要股值收復。 不是說全面的, 大家不要亂炒。 所以, 降溫, 要大家理智一點去入市。 還有, 建議內地股民, 放棄一夜暴富的心態, 準確評估風險承受能力。 這樣就降溫, 所以, 今天你看到有些, 上高有少少, 充高回落。 如果嚴格來說, 今天有點像, 有些回吐的, 射擊之星也好, 你說它烏雲蓋頂也好, 什麼都不緊要。 總之就是, 有少少可能回吐的跡象。 事實上, RSI去到這麼高, 所以有回吐不出奇。 我們看看, 护心300指數, 亦都是一顆星在上高。 為什麼要看這個指數? 因為它的14天RSI, 更高, 88.9, 88.9, 高位出現這些跡象, 亦都有回吐的跡象。 總體來說, A股如果回吐完, 就有機會繼續健康牛, 短時間有回吐的可能性。 看看港股, 恒生指數如何? 恒生指數, 今天衝了上去, 最高去到26782。 26782, 即是與前浪頂, 26805這個位置很接近。 26805這個位置很接近, 即是今天, 即是去到26800區, 是一個短期阻力, 即是到了位。 到了位, 本來回落, 如果不是疫情的問題, 我估計250天, 是能守得到的。 可惜現在疫情, 突然又說有7宗疫情, 所以, 已經跌穿了2600關。 後市如何? 這裏升上來, 在7月3日和7月4日之間, 其實有一個上升裂口。 7月3日最高位, 是25453。 7月6日, 星期一, 最低位是25543。 這裏有一個上升裂口。 短期來看, 有機會回落, 去回補這個上升裂口, 或者以這個上升裂口作為支持。 希望震盪員仍然可以上來。 好了, 恒子14天RSI, 現在回落, 沒那麼超賣, 64.7元。 國企指數方面, 67元。 14天RSI, 同樣沒那麼超賣。 國企指數, 今天最高衝上去10934, 和前浪頂這一節, 11,000區很接近。 同樣很接近。 所以短期, 可能也差不多到了位了。 先回落, 來試試7月3日和7月6日之間的, 上升裂口位的水平。 好了, 今天有些股沖得很好, 有些股沖上去之後, 大家要小心。 我舉個例, 阿里巴巴, 這隻股, 今天創歷史新, 即是香港的新高, 最高去到239元。 239元。 很棒, 那些股沖上去, 照計沖上去那麼高。 但是, 其實是一個墓碑形態, 拋離墓碑。 明天要注意, 如果它能夠繼續上去, 解除墓碑, 當然沒有問題。 否則的話, 有些高位見頂的跡象, 至少可能有些調整。 調整下來, 如果是前浪頂這個區域, 即是1月14日高位, 227.4元。 大概227元, 225元這些位置, 搜得到, 沒有什麼問題。 萬一, 如果它跌得很深, 你要小心。 因為這個技術形態, 今天有些一般, 因為它大成交衝上去, 是無悲。 所以, 不要說不一定衝上去, 那些股就是好的, 要小心。 好, 相反, 什麼形態衝上去, 是有利一點的呢? 就像這些, 譬如碑桂園服務那樣。 今天, 沖上去40元, 因為有大行唱好, 野村的唱好, 看46元。 它有一枝大洋竹上的, 那這些破頂上去, 就好一點, 好一點。 一樣是大成交, 是吧? 一樣是, 但它這個是一枝大洋竹來的, 就是整個聲勢幾好。 剛才那個, 阿里巴巴這種, 就是高開, 衝高, 又回落, 這個走勢就沒有那麼理想, 所以大家可以判斷了兩種不同的。 阿里巴巴, 當然啦, 這隻都是好股, 不過就是, 現在形態上高, 大家要小心一點。 這一種, 大洋竹上那種, 形態上高, 就有利一點。 好了, 今天有一類股份, 在香港, 今天就升得比較厲害。 最主要, 就是因為, 昨晚, 美國的Tesla, 和蔚來的電動車, 做得好。 所以今天香港, 那些電動車概念股, 或者電池相關的股份, 就做得比較好。 那好像, 這隻瓦迪控股那樣, 今天升成21.8%, 那這隻股, 沖上來也是, 就是洋竹來的。 這個走勢都過得去, 都挺好的。 當然, 升得那麼多, 最好就回到6元之下, 才買, 或者6元邊才買。 那它, 就應該是發了盈起的。 所以, 就有這個盈利支持的。 這隻股份, 就是電池股裡面, 這隻OK。 另外, 一隻天能動力, 其實它就, 說回去A股上市, 819, 也會刺激到股價上市。 那隻股升了很多, 但是, PE都不是很貴, 12.幾%都可以留意的。 另外, 金豐里葉, 這隻, 在A股都有的。 也是, 破了頂上去, 走勢上高都很理想, 如果它有些調整下來, 挨近40元邊那些, 都可以考慮的。 整體而言, A股呢, 我覺得, 有機會整固後再上, 但是, 要成交繼續保持, 也不要太差。 雖然, 不需要每天都, 好像今天這樣, 有1.7億, 有1.5億, 但不要低於1.2億, 這樣, 整固後有機會再上, 但是, 港股方面, 疫情就麻煩了一點, 疫情不知道爆成怎樣, 突然間, 又有7單本地, 所以, 人生亦都虛脅一點, 失了250天線, 沒有辦法, 即時就肉火重生, 後市就要看疫情, 是不是能夠重上250天線, 如果就算重上, 都要連續數三天, 這樣才為之好。 好了, 今天時間關係分析到這裡為止, 多謝大家收看。